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个饮品 它的味道那叫一个酸爽 喝完的朋友绝对是印象深刻 咱们一起去看吧 姜水是我国西北地区传统的自然发酵食物 历史悠久 尤其在甘肃省的天水市 姜水是天水人家最常见的饮食之一 天水人洗食姜水 几乎家家都会养上一缸 做姜水在当地更地道的叫法是投姜水 一口瓦罐缸 蔬菜切段 最常用的是芹菜 其他品种自由搭配 风简由人 热水化面粉 把饮子烫好的蔬菜面汤 按照自家习惯的比例投进大缸 盖上盖子 放上两三天 姜水就成了 乳酸菌发酵给姜水带来独特的酸味 同时也让蔬菜褪去苦涩 激发出清香 一缸成功的姜水 乳白色中透着一股清亮 并散发出一股极具辨识度的气味 酸爽清烈 这让天水人甘之如頤 食用姜水的地域主要集中在闪甘明 姜水的吃法多种多样 天水人最爱的姜水面 在当地又被称作酸饭 姜水也可以直接喝 吃面的时候喝上一碗姜水 几乎成了天水人吃面的标配 还有这种玉米面做成的散饭 吃的时候很具有仪式感 铺上油泼辣子 韭菜 几种小凉菜 最后一定要配上的就是姜水酸菜 用筷子从碗边一圈一圈咬着吃 除了家常三餐 姜水也可以成就风味大菜 本地人最爱的姜水暖锅 还有酸爽鲜香的姜水鱼 都是能够起天水人浓浓香愁的美味 这个姜水爱的人对它是欲罢不能 但是不喜欢它的人只能是捂着鼻子 静而远之 因为它这个酸味实在是太明显了 那张庆主任你以前有没有吃过姜水 这个我以前还是吃过的 我们家我们先生是内蒙人 他们就会在家里头 自己浆上一碗这个酸姜粥 这样是拿是个大米 还有这个黄年米来做的 然后这个姜水相当是一个 我们叫饮子 我们把这个米吃了 这个姜还要再下一次还要再用 然后这样子延绵不断地 来这个给它来制作的 就是一直在发酵 不停地在发酵 对 不停地在发酵 在夏天的时候就放在冰箱里头 我们需要用的时候就拿出来 在冬天想要它发酵呢 就给它放在暖气上头 让它能够快速地发酵 其实在当地吃的是非常多 把它熬成酸汐粥 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呢 我们先生就会跟儿子说 你来喝一碗清凉汤吧 夏天的时候可以解暑 可以解腻 可以让我们这种 生津止渴的作用是特别好的 那他说的这个清凉汤 就是姜水了 对 他说的这个清凉汤呢 就是这个他们做酸粥的这种姜水 我想如果要是夏天的时候 胃口不好 吃一点酸的东西啊 喝一点酸的饮品 肯定是挺开胃的 实际上这个姜水啊 在我们这个中医当中 用的也很多 我们管它叫做清姜 它就可以一个开胃消食 可以清热驱属 这个呢 在内蒙那个地区啊 比如说这些人呢 喝酒是比较多的 然后这个姜水 还包括它煮的面条熬的粥 他们认为呢 可以解酒毒 因为酒呢 是生湿生热的制品 会让我们的胃口不好 恶心呕吐 它有很好的清凉消食 解暑的作用 也就是因为它既能开胃 能够降胃腻 同时呢 还可以去除 它的那种湿热了 您这样说完之后 我突然间反应过来 这个姜水好像和北京的那个 豆汁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吗 豆汁也是闻着 哎呦 酸臭酸臭的 就怎么喝呀 但是喝完之后 哎呦 真的是越喝越香 嗯 是的 和豆汁呢 有异曲同工之妙 都是一个发酵的饮品了 嗯 所以爱的人就会爱死它 讨厌的人 那我们还是慢慢习惯 能够接受它吧 接下来呢 我们带着大家去江苏的徐州 看一看 因为在那里呢 有一个传统的习俗 说大鼠十节喝羊汤 虽然中国人食羊传统悠久 但在三福天大碗 吃羊肉喝羊汤 并将这一习俗发展成为 全民参与的盛大节日 只有在徐州得以实现 所谓福羊 即入福以后的羊肉 福天吃福羊 在徐州有悠久历史 最早可追溯到尧顺时期 徐州每年从入福的第一天开始 至三福终止 全市餐馆羊肉馆天天爆满 大家吃羊肉 喝羊肉汤 吃得汗流加倍 大汗淋漓 这就是徐州人世代相传的 福辣习俗之一风 每天这个大锅 正常呢 现在每天一年留四锅汤 这个是 主要是羊汤 羊汤 一年四锅汤 平时的话一年两锅汤 那我们一天会消耗羊肉多少吗 我们一年正常的话 只有四十多羊 精心熬制的羊肉骨汤 是制作羊肉清汤的秘诀所在 几片羊肉 撒上小葱和香菜 一点盐和胡椒 用这羊骨汤这么一冲 一碗清汤羊肉 怎一个鲜自了得 再配上这有着百年历史的 手工五香嘉饼 这可是徐州喝羊汤的 标准搭配 就做这种饼 对 就做这种饼 就能一天六百个饼 一天要六百个 复养期间一天要做一千个饼 到了这个时候啊 羊汤馆真的是坐无虚习啊 孙主任您有没有 就是喝羊汤特别深刻的记忆啊 这个羊汤呢 我是非常喜欢的 估计在小时候 十三十二三岁的时候 不是更小一点 这个羊肉啊 比较金贵 我是一直这么以为 要到了秋天 卖棉花的时候 也就是说 十一月份左右 到镇上以后呢 才能吃到羊汤 同时呢 这个吃羊汤 也是算打牙剂了 后来听说这个徐州啊 又扶天吃羊肉 我觉得呢 有点不敢相信 这个说这么大热的天 也吃羊肉吗 去年啊 正好大幅第二天 我正好在徐州 哎呀 那我说一定要品尝一下吧 我去了以后呢 果然人还是不少 虽然没到晚上 我那个吃了以后呢 也感觉到 刚才用的字 汉苍凌厉 吃了以后啊 觉得非常的舒服 后来感觉 这个就感觉到 徐州人啊 普遍的 徐州偏北方 普遍的比我们江南人啊 要健壮 要健硕 我想这个是不是跟 吃羊肉啊 有关呢 特别是在夏天吃羊肉 对啊 所以我想呢 是有特殊意义的 我也奇怪呢 您说按说啊 这个羊肉是温补的家庭 我们呢 通常是在冬天的时候 吃它补一补身子啊 但是夏天的时候吃羊肉啊 尤其是大暑时节 吃羊肉汤 这个是什么个道理呢 您跟大家说是吧 对了 其实我们一直以为 夏天呢 暑气为多 那气为多 所以我们要尽情地 要自衣地 要把这个什么的 热气就消除掉 我们以为夏天 我们要清凉 我们要空调 我们要冷饮 所以我们要寒凉 其实啊 这个方法呢 火气也没有了 我们阳气也没有了 其实我们夏天啊 的确 这个暑热啊 我们也要避 但是阳气不能少 所以呢 在夏天吃羊肉 因为我们羊肉本身 就有温中补虚 发汗趋势的功能 其实在夏天出汗 是非常有意义的 为什么呢 还是回到我们 中衣的古话 叫做春夏要养羊 什么叫养羊啊 在利用夏天的季节 无论从春天开始 到夏季 我们要护住这个阳气 不能把这个阳气啊 完全发散在外 让这个内脏空虚 其实我们从去年冬天走来 一直到今年的春天 到那个黄梅天 我们身上就留了很多 寒和射 那么寒和射 怎么去掉呢 我们过去讲去射 我们这几期节目 讲到去射 从往下而走 从二边而走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途径 就是发汗 就是发汗 所以通过我们这个 温中补虚 发汗了以后 就能去射 发汗了以后 把我们内部的寒和射 通过汗 这个挥发掉 所以这个是去射的一个好方法 所以发汗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所以我们通过夏天 温补了这个阳气以后 实际上我称之为 内脏的一个见阳光 让阳光 让阳气 通过我们的内脏 振奋阳气以后 振奋到外面发汗 所以我们就能趋寒 趋射 所以在夏天 这个吃羊肉 发汗 灿畅 淋漓 实际上是一个 春夏养羊的一个 最好的这么一个方法 理解了 这样看来呢 一碗热汤汤的这个羊肉汤 就可以帮我们 温补脾胃当中的虚弱 这样就可以在夏天的时候 更好的护卫身体的阳气 排除体内多余的 寒气和湿气了 那据我所了解 好像在山东也有 大暑时节喝羊汤的习俗 那看来张主任 您到夏天的时候 也应该没少喝羊汤吧 刚才这个孙主任 是介绍的是 江苏徐州的羊汤 江苏徐州和我们山县 离得特别近 进到什么份儿 进到我回山东 我要坐高铁 可以坐到徐州 可以坐到江苏下车 刘邦是徐州人 可以县 刘邦的老婆是山县人 吕厚是山县人 有这么个传说 说山县羊汤 是吕厚发明的 刘邦喝了以后 越喝越有劲 就像你说的 身体素质越喝越强壮 能打江苏 领兵打仗 越劳打胜仗 山县羊汤 这个里头做的时候 要加十几种调配料 包括我们中药里头的 桂皮 山奈 白纸 这些东西都加进去 有很多秘密的配方 对对对 而且我听说 就是山县的羊汤 之所以好喝 好像跟它的羊 跟它的水 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对呀 山县的羊叫鲁西南 叫青山羊 山东那个山县的青山羊 是很有名气的 它的标肥肉嫩 一点不煽气 一点不腥不煽 那个水呢 用那个水做出来的 那个味道就是好 这个最早山县老乡 在北京开羊汤的时候 因为很讲究的 它要除那个仓涂器 在烧这个水 当然时间长了以后 用量大你就供不上了 对吧 那用山县的水 熬出来这个青山羊的 那个羊汤 味道就是不一般 那我们在家里边啊 怎么样能够熬制 一锅非常地道 有香滑的羊汤呢 跟着夏天大厨 一起来学习一下 欢迎夏大厨 夏大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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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家那羊呢 羊正在来的路上 因为我刚才听到 几位老师在说这个羊 其实在我们中餐料理里边 有这么一句经典的话 叫唱戏的腔 厨师的汤 那这个羊肉呢 又以喝汤 最能够感受到 羊的原汁原味 那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个 在家里边怎么能够 熬出道地的乳白色的羊汤 好 太期待了 开始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中国红行动 独家冠名播出 咱们这个熬奶白羊汤 必须要有三件套 哪三件套 一个是肥美的羊肉 一个是羊骨 另外一个呢 就是羊油 只有这三样食材 全部到位 才能够形成最后的 肥美的羊汤 那咱们把这个羊肉 买回家以后 第一时间先洗一洗 然后要用清水去浸泡 泡多久呢 泡到它基本上 没有太多的血色为止 就是我们在做 很多菜肴的时候 都是有异味的食材 都要讲究 叫三清四澈 就是要通过水的 轮换的这种清洗浸泡 把它们这里边的血水 和这些异味 给它排除掉 这个羊肉和羊骨 都是我提前在这个 下面已经泡好了 节约时间 好 那我们在泡好 这个食材以后呢 就可以直接上火 在凉水的状态下 就把羊肉 羊油 羊骨 一同放进去 咱们这个羊肉一边 在锅里边汆烫 我们另外一边呢 只准备姜 把这个姜切成片 这个姜的量呢 相对来说要稍微地多一些 它能够压制住 这个羊肉残留的 那一点点的腥山味道 好 直接把这个姜片 一股脑的放到锅里 羊肉下到锅里边以后 你看到了 随着温度慢慢上升 它已经开始有浮沫了 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要持续不断地 把这些出现的浮沫开始清理 这个浮沫 就是咱们这个羊汤的 星山味道的主要来源 一定是要守在这个锅边上 你看到了 慢慢地呢 这个汤锅里边 其实血沫出现的时候 它是有一点点的浑浊的 当你把这个汤锅打成 相对来说清澈一些的时候 这个沫子才算是打到位 那羊肉呢 经过汤烫以后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个肌腱的筋络 非常的明显 颜色呢 绝对是你泡过以后 和现在的颜色 绝对不一样 它会显得非常的干净利索 把羊肉先捞出来 剩下的呢 这个火候 我们要保持一个中火状态 进行一个熬汤 又该化重点了 咱们在家里边去熬羊汤 切记 这句话一定要记住 永远不要盖锅盖 为什么 因为咱们这个 随着温度不断上升 羊肉的这些星山味道 会随着水蒸气往上走 如果说你在这个时间段 盖上了锅盖的话 虽然说它的成熟速度会变快 但是它里边的那种星山味道 全会返回到汤里边 我觉得我每一个坑都踩过 我在家就会用锅 来包这个羊肉汤 然后刚一开锅 就把盖给扣上了 我就慢慢咕咚着吧 结果这招就会让这个羊汤 越来越删 所以说呢 一锅好的羊汤 它最起码要经历 三个小时的一种煲煮 保持中国状态 在两个小时以后呢 我们才可以 把这个羊肉放到锅里边 再和这个煲煮好的羊汤 进行一个小时的 这么一同的煲煮 又要熬 又要煮 没错 因为这的确是一个 慢工细活 我提前已经被大家 准备好了一个 现成的了 就是完全按照下辣厨 现在跟大家分享的步骤 一个都没有少 咱们看看这个汤 它在三个小时后 会变成什么样 会是什么样 看到上面飘了 薄薄的一层油膜 可以感觉到 这个汤色是乳白的 看到了 刚才那一层油皮就消失了 留下的就是这种 乳白色的汤头 把它继续地一个翻滚 咱们在这个羊汤煮得 已经完全地到位的时候 我一般都会搭配些的辅助食材 胡萝卜 山药 这也是我在做羊汤 最喜欢搭配的味道 咸淡口味 根据我们每个人的饮食喜好 我建议羊汤喝得淡一点 你更能够感受到那种 羊的肥美带来的回甘 对 就是品尝羊肉 它本身的那种香味 没错 可以随着咱们自己的饮食喜好 我可以在里边 加一些的白胡椒粉 可以加一些的葱花 香菜 这些都可以 好 唯美的羊汤 咕咕咕 切好的这个羊肉片 撒上一点洋葱 这就是一碗传统的 道地的羊汤 相信大家都吃过蜂蜜 但是有一种蜂蜜 它的质地是比较特殊的 看起来就像冰淇淋一样 是什么呢 一起去看看 这就是我们家的蜂蜂 在蜂蜂 现在我们开始做准备工作了 开始准备摇蜜了 这一块皮 我瞅了 我瞅着就要亮晶晶了 是亮晶晶的皮的 真的都是亮晶晶的 挺嗡嗡的 这块皮的给我丢几斤啊 六七斤呢 这咋回事这张 哎呦我的天呐 这大拉板 这后面还有风啊 还有蜜 有蜜 这不都有蜜 蜜还挺多呢 就这里头都是好东西 四方浆 又成 八百分之一 这些都能使 这些都是酱 一天吃这小点就够用 你看这风盖的 这个面子的度数就很高了 不擀盖的话 这个风盖也摇不出来 就这个盖上的蜜 蜜就可好了 我们外面的蜜 是最好的蜜 把那个痞子啊 你看放到这个卡槽里头 它甩到这个 这个桶地上 然后桶地再留到桶里头 这就是断树蜜 琥珀色的 大家看我手中呢 就是一瓶断树蜜 你看从外观上来看啊 它是不是有点像冰淇淋 而且呢 有时候还像猪油 黏黏腻腻的 尝一口 嗯 非常地香甜 口感也特别地像吃冰淇淋 断树蜜 你看这个颜色像什么 有点像黄油 像猪油 起了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叫雪蜜 雪蜜 雪蜜 它呢是一种叫琥珀色 实际上吉林的和黑龙江的 还有点差别 颜色有点差别 有的地方偏于白一点 有的地方偏于稍黄一点 所以非常容易结晶 结晶以后 壮如凝脂 所以说给它起个人的药 雪蜜 闻上去呢 有清香味 还有一点淡烂的 有点稍微像薄荷一点 有点青苦味 都有点这个 这就是断树蜜 对啊 其实这个断树蜜 还是取自断树的花 你跟大家介绍一下 断树它就六七月份 就那一段时间 很短的时间 六七月份 所以说这个时候 蜜蜂去采它 断树比较高大 但是就那一个月 它开花就那一个月 六月中旬到七月中旬 所以断树蜜也比较珍贵 对 因为蜜蜂只能在那一个月 来采断树蜜 对 张老师 您说夏天的时候 如果我们要是多喝一些蜂蜜 是不是对身体也很有益处呢 蜂蜜在中医里头 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味药 或者叫药食困难东西 或者叫药引子 都可以 你看很多玩药 用什么做成呢 蜜 蜜味 所以说离不开蜜 你看蜂蜜的作用 主要作用是什么 第一大作用 清热润燥 凡是清热的 一定是寒的 凡是养阴的 一般都是干的 所以是一推测一种 对上来 它又是干寒 性味干旱 归肺胃肠 夏天 煮着比较盛 所以这个时候 吃点蜂蜜 肯定是有好处的 这个老年人 习惯性便秘很多 老年人的便秘 不能用 不能用卸下药 中医经常用一些 类似于这个养阴的东西 那蜂蜜就是一个 清热润燥 润燥就肯定能养阴 否则它怎么睡得着 第二个大的功能 叫补充器 我们到了夏天 出汗多 这个出汗多 会伤阴也伤气 这个时候气阴两须 适当地吃点蜂蜜 能够增加我们的气和阴 是对我们的经验的 帮助是最大的 而且它是富含糖分 所以很快就都增加 你的气力 既然蜂蜜这么好 特别适宜大家 在夏天的时候来吃 那如何用断树蜜 来制作夏日的美食呢 我们请范九星大厨 来教给大家 欢迎范大厨 哈喽 小弟好 各位专家老师好 范大厨好 咱们用断树蜜 能做什么好吃的呢 对 那蜂蜜肯定 我们还是来说 做一个甜品 好啊 因为它本身它的味道 是那种有花香 然后有这个蜜糖的 这个甜味 所以今天我们拿它来做 一个夏季最适合的 一个小甜品 就是绿豆糕 用蜂蜜做绿豆糕 没错 其实绿豆糕本身 那肯定要加糖进去 要不然绿豆本身 是寡淡无味的 我们只不过把这个蜂蜜呢 去代替了糖 而用普通的蜂蜜呢 它那个就会比较稀 会让这个绿豆 会让它变得很软 就没有办法成形 所以用这个 我们的这个断树蜜 就是绝配 我太期待了 那我们开始 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做绿豆糕 第一步呢 我们用的是去皮绿豆 这个实际上 哪都可以买到 很好买 拿出来看一下 好 我们这是蒸制了 一 二 三 走 出来了 这个要蒸多久呀 这个呢 我们大概要蒸 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可以揭开了吗 可以了 可以了 蒸的时候 一定要覆盖保鲜膜吗 对 这样的话 防止它那个水分 过多的流失 我们其实是先泡 买这个去皮绿豆呢 先把它浸泡 浸泡两个小时以上 然后吃满了水 吃满了水之后呢 然后再去蒸 就是带着这个水去蒸 蒸大概在一个小时 到一个半小时 蒸了 你看这个豆 你现在用手一碾就碎了 对呀 我刚刚一碾就是已经碎了 所以要给大家看一下 就蒸到这个时候就好了 然后我们就这样 去用勺子去碾压它 把它碾压成一个 泥的状态 好快呀 就可以碾成泥状了 这个时候现在很好碾 趁热的时候很好碾 千万别等它凉 碾得尽可能细腻一点 看我们现在这个已经是 很细腻了 很细腻了是不是 这个很细腻的状态了 你看 我这边来做锅 因为我们要去做一个炒豆馅 要炒这个豆沙 然后我们现在需要加上一点黄油在锅里 然后我们来加一点糖 我们再来一点这个糖 麦芽糖 这是什么糖 麦芽糖 增加它的香气 熬的时候大概用什么火呢 就是小火 这个全程都不能用大火 大火就绝对糊了 好 我们现在就是要让这个黄油 然后让我们这个砂糖 还有我们的这个麦芽糖 完全都融化合在一起 混合在一起 对 你看 它已经完全融化成液态了 刚才我们是有点那种半固态状态 现在是完全是液态状态 好 现在来我们的蜜 这个时候就来了 加多少 我们正常呢 如果是500克的绿豆的话呢 我们会加100克的蜜 5比1 这个蜜呢 我们也是让它去 它一受到 一接受到一点温度 它也会融化 还是小火 一定是小火 好了 来吧 把你倒好的这个 给我倒锅里吧 这样行吗 可以 真的非常的细腻 倒完了之后 像炒鸡蛋 我们在炒的过程中 还可以继续把它碾 碾成更加 就是越特别细腻的状态 你看它这个糖 这个时候融化掉了之后呢 再加上这个绿豆沙之后 你看它的状态 是这种有点稀的状态 所以呢 这个炒完之后 就一定要把它再放凉 再放回到凉的状态 它会凝固 我们炒到什么状态 炒到这个 它你看 这个基本上不粘锅的状态 这个时候呢 它一个是融合好 另外一个 它里面证明什么 没有水分了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把它装出来 这个时候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它放凉 一定要把它放凉之后呢 它才可以去 好成形 现在因为它只有 你看 它有一点点这个 稀 稀的状态 所以我们得等一会儿 提前呢 我准备好一份 这份放凉的豆沙 它的状态就是这样了 我们现在看它就是 像个面团一样 你看它很听话 怎么揉都可以 想怎么揉怎么揉它 还是很绵密 这样的 就是到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去 把它去塑行了 好 就要做成绿豆糕的样子 对 我们现在把它再揉一揉 我们把它出个条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呢 我们加点 口味上的丰富性 这是蔓越莓 就是自己喜欢什么 就可以加什么 没问题 一定要把它压实 在这里面完全压实 然后呢 我们找一个平的地方 去压 再压它一次 还是压实 然后 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好 三 二 一 走 绿豆糕 来 哎呀 太棒了 做的 绿豆糕 美味可口 炎炎夏日啊 要说到可口的饮品 那就不得不提广东的凉茶 咱们去广东 走一趟 广东 一个地处岭南湿热之地 没有秋天的省份 广东人生命中 有80%的时间 都在与清热解毒 进行拉锯战 不少广东街坊 信奉 大病找医生 小病喝凉茶 如果广东凉茶界 举办总选举的话 毫无疑问 班杀凉茶 将有一大帮广东本土庆咒 它已经融入了广东人的日常 成为广东人身体里 不可或缺的苦味分子 美食家在品尝 评判美食之前会先出口 而班杀凉茶的苦涩 可以让你想要清洗口浆一二四遍 总之 班杀凉茶的苦 是可以成为苦度的单位代名词 班杀凉茶为什么叫班杀呢 是因其效果显著 对云间认为有刮杀排毒之功效 故称为班杀 刚刚短视频当中提到的班杀凉茶 真的是名声在外 而且是不是岭南地区的老百姓 到了夏天的时候真的是离不开凉茶的 的确是 这个班杀凉茶属于中医的一种茶饮 是广东凉茶比较有名的 因为广东处于咱们祖国的南方 天气比较热 那么的话潮湿多余 加上几十年前因为没有空调 人们经常要在户外作业 那么一到夏天以后太热了 人们就很容易上火 头疼 喉咙疼 咳嗽 咳黄疼 这些暑热那么护节的一些症候比较多 而广东凉茶的话它有清热败火的功效 能够有效地驱除这些症候 可以去湿那个结束 所以咱们去到广东 其实包括凉广地区 满街好多都有很多的凉茶铺 而斑沙凉茶的话 它具有清热排毒下火的一个功效 而且这个功效还很强 就跟我们的刮沙排毒一样 所以是很有名的 那么的话家喻户晓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广州 喝凉茶的时候 那时候什么都不懂 然后就问店铺的那个老板娘 我说这个饮品有点苦 你们当地人为什么要喝这个东西 然后老板娘就俩字 下火 这是去火的意思吗 但是其实我们知道 人上火分为上食火和上虚火 那这个凉茶都能够解决吗 的确我们用凉茶的时候 要关注气候地域的环境 但是更要重视 我们自己本身的体质的情况 比如说有阴虚火旺 我们往往会选些酸性的食材 像这个乌梅 它有生金 那么收敛那个虚火的一个功效 比如说有阳虚 阳虚内含呢 那可能要建议搭配一些 温阳的食材 像那个生姜啊 肉桂啊 那么调和一下 这个凉茶的寒热 其实我觉得不光是到了夏天的时候 广东啊 岭南地区啊 是暑热特别的重 好像现在全国各地啊 可能是因为气温在逐渐的升高 暑热呢 体现的真的是很明显 所以能不能够针对夏天 大家容易出现的一些小问题 然后给一个有普遍性的小房子 怎么样 自己在家也能够自制凉茶呢 嗯 好的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朋友们带来一味啊 菊花大麦茶 这个是一个那个生姜解暑的 一个夏季的一个饮品 你看怎么用菊花 终于说菊花的话呢 性是微寒的 具有呢 疏风清热 那么的话呢 疏散风热 清干明目的一个功效 而炒大麦的话呢 它具有那个健脾消失的一个功效 而扁豆花呢 是干淡的 它呢 具有形脾去湿 那么消失的一个功效 而乌梅的话呢 是酸性的 刚才说了 它具有呢 生姜促进食欲的作用 所以啊 这个方搭配起来呢 能够清暑热 去暑湿 那么的话呢 健脾消失 能够驱邪 而不伤症 那么是可一家大小 都能够用的 嗯 当我们去广东的时候呢 您会发现啊 在卖凉茶的铺子当中呢 会有二三十种 口味不同的凉茶 那今天 关伟强大厨 会给我们带来 什么样的凉茶呢 掌声欢迎关伟强 你好 大家好 那凉茶的种类太多了呀 您要给大家推荐的是 哪一款呢 今天呢 做一道就是 五花凉茶 五花凉茶 嗯 那这种呢 叫木棉花 在我们南方地区呢 就比较多 特别漂亮 对 红色的 广州在很多地方都有木棉树的 嗯 它五月份一开花的时候 它就往下掉 对 它上面的这一层绒绒 就像 乳绒上面的那一层绒一样 对 很细腻 然后呢 我们就还有 这种叫槐花 小莉莉的呀 对 就是还没有开花的时候 它的颗粒就比较小 嗯 好 嗯 还有呢 这一种呢 应该是南方才有吧 这是什么 鸡蛋花 鸡蛋花 就是 所以什么叫鸡蛋花呢 它就是中间黄 旁边白 像鸡蛋一样 对 还有呢 这一种呢 金银花 清热解毒去火的 对呀 还有这个菊花 嗯 一般来说就杭州白菊花嘛 嗯 它还没开的时候 就把它摘了 嗯 它的香气特别好 对 这个是真的很道地的 好 对 很香 好 把它全部倒在一起 然后我们就把它洗一下 把它洗干净 等一下我们就把这个 刚才洗干净的五花茶 嗯 把它倒进去 还有一个 哦 这个是什么 罗汉果 因为呢 这个五花茶里面呢 金银花呢 它那个苦涩的味道就比较大 嗯 然后我们就加上那个 罗汉果 罗汉果 加一点点呢 不要加的太多 嗯 罗汉果就是甜甜的 对 喜欢控糖的人士呢 放点罗汉果进去啊 嗯 调调调味 它调调味 也是蛮好的 嗯 然后做好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放进那个水里面 嗯 把它煮它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一直大火吗 中火 哦 一般我们熬东西煮东西都不要太大的火 哦 太大火的话呢 它就会干掉 嗯 我们要熬的形式 要把它里面的药性煮出来 好了 煮好这个五花茶呢 我们就把这个渣渣倒出来 把这个凉粉呢 白凉粉 嗯 有一种叫黑凉粉 你买白凉粉就可以了 做出来的它是透明的 对 好 我们把它倒在五花茶里面 煮开它煮化它就可以了 嗯 好 我们做好之后呢 把它倒到碗里面去 嗯 好了 现在呢 我们把它放在冰箱里面 晾凉 把它晾凉 我提前准备了一份 嗯 这是凉茶做好的冰粉 对 五花凉茶的冰粉 嗯 你看 很简单的就把它切成 嗯 那个细丁 好 这个真的像糖冻一样 对啊 冰冰凉凉的 真好 我们配上这个火龙果啊 花凉茶就做好了 哇 谢谢根大厨 我们的中国饮食文化 可以说是博大精深 我相信大家已经充分地感受到了 蕴藏在饮食当中 美食当中的养生智慧 也是一个巨大的珍贵的宝藏 希望我们的这个系列节目呢 对您养生有极大的帮助 可以帮您安然清凉地度过这个夏日 那么看完电视看直播 有问题就直接问专家 也欢迎您下载央视频 关注健康之路 在央视频上的直播 感谢我们四位专家的介绍 谢谢 也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再见